請李部長 蔡委員早 部長好 雖然有幾次的民調 對部長的評價稍微偏低 但是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 在目前中華民國的經濟狀況底下 任何人來當財政部長都是一個苦差事 要認勞、認院、認榜 還要怎麼樣 有時候要認媒體踐踏跟蹂躏 實在是很不公道 而且在這個狀況底下 你要不斷地去爭取到足夠的稅金 來支應其他部會不斷增加的開銷 換句話說收錢的是你 可是花錢的功勞卻很大 這實在是相當不公平的 所以本席會比教區 非常肯定你的表現 敬禮而為 有幾點跟部長商量一下 我們收稅當然是依法在行政處理 可是有時候收稅的時候 要如何與時俱進 因為經濟環境在改變 有的部分你們財政部處理得非常的好 那麼我要公開的來肯定你 比如說過去有一段時間 一些電腦廠商就抱怨 他說他們電腦裡面 幫斗夾在賣軟體的時候 那個軟體廠商賣軟體要繳一次稅 可是我們知道那個電腦軟體廠商 有時候怕那個電腦當機 特別還附帶一張光碟片 以後你可以重新灌一遍 有一段時間重新灌的那一遍 比照什麼來課稅 比照唱片在課稅 比照周杰倫的方式在課稅 你們後來有的修正改變 這是進步與時俱進的現象 隨著商場上的經營的形態做調整 所以可能要訓練你們的承辦人員 在這方面也能夠稍微了解一下整個狀況 這樣讓繳稅的老百姓納稅人 他會繳得心服口服 而且會覺得說 這稅間機關是很明智的 而且覺得稅間機關不是一個糊塗蛋 那這樣一來的話 課稅跟納稅的關係就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表示說我們站在正確的一方 同樣的你這一次的關稅修正 我也會高度的肯定 你們提到如果是電腦問題的話 總是有失誤就像上一次 我們這個個人申報所得稅 通常自己沒有那麼多時間 就把這個稅整理出來 一定是依賴你們的電腦出來的資料 我們盡量給它報稅 那報了如果說你們電腦沒有累清楚了 後來也不應該再處罰 我想這個政策是絕對是正確的 那我要提醒部長 就是說未來不只是你們稅務機關 發生了錯誤導致納稅人在納稅的過程 程序上不完全符合稅法的 繳稅的時間 繳稅的金額的時候 可能 部長也要仔細去考量 因為有很多人繳稅 真的不是因為稅間機關的問題 也不是他的問題 可能是某個單位某個部會的問題 這個地方的話 你要讓老百姓知道說 你是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課稅 不是代表財政部在課稅 這樣觀念同不同意 這個很重要的觀念 政府是一體的 所以我們盡量去區分 可不可以規則當事人 假如不能規則當事人 你要去處罰他 這個就不合理 那不合理的話 我們相關的法規要做修訂 我的同仁才有執行的依據 所以最近我們修了很多類似的東西 像過去我們在課這些什麼土地的稅 什麼鄰谷塔的稅 實際上很多東西都是地方政府出了烏龍 有的時候是內政部管稅的單位出烏龍 有的甚至是技師工業的管理單位出烏龍 所以零零種種不一而煮 那也希望說部長能夠訓練你的課稅單位人員 他們也非常的辛苦 你要他們把這些行業都弄懂 其實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是沒有辦法 這個是國家的重責大任 沒有錯 所以這點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現在一直要求我們 我們要有專業的知識 也要有行業的常識 有知識有常識啊 我們才有膽識來做事情 因為有些行業出問題出在政府其他機關 那你們課稅的單位不能說 這個不當作一回事嘛 對不對 應該把說其他單位出了問題的 像電腦你們出問題的 也要當作一回事來處理才對吧 沒有錯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錯 所以最近我們很多一些行政規定的修正 程序的正義 實體的合法 如何落實到第一線 這個是我們目前一直在努力的 對啊 那有時候你們在提這個實質課稅原則的時候 當然是會盡量的說 看看這個納稅人有沒有刻意逃稅的現象 那有沒有刻意去避稅 可是有很多的實質課稅的原則 你們好像通常會延伸的太過於寬廣了一點 所以我們前一陣子在修改稅檢基爭法 就把這些實質課稅的定義 我們來做一些規範 尤其是像 所得稅法66條相關的這些實質課稅 或者是這些 這些不正常交易的內涵 如果去定義把它做個明確的規範 因為實質課稅原則 我覺得也不宜 到時候把它變成說一個課稅承辦人員 很大的一個財糧權 這樣也不好 所以像這種實質課稅 我們都要報到部裡面來的 專案處理的 你們是有個專案機制在處理這個問題嗎 有我們規稅署各單位要 像剛才講移轉定價 或者說非營業常軌的交易 這些都要專案報到署裡面來 我知道這是兩難 因為有的時候你要面對的這個 納稅人是千千百百種 沒有錯 有的人是很惡意的 故意就是跟你搗蛋的 那有些人就是 平常紀錄的都是還算不錯的 這個時候可能也未必需要太過於誇張 像剛才林德吳委員就在抱怨 說那有些個人的納稅人 我想中華民國有哪幾個個人會為自己做帳 部長你會為你自己做帳嗎 沒有啦 不太可能 那他為了一個稅的問題 然後他說我實質交易啊 我就把存折拿來給承辦人員看 那承辦人員看了 這個存者沒有問題 證明實質交易 可是其他的錢 還要人家報告說來源 那不是變成公務員 在申報財產所得 那也不好嘛 即使說最後結果 沒有真的今天這麼做 可是承辦人員這樣 不小心講一句 或者無意中想要多查一點事情 就會讓人民覺得說 你們是在做什麼 你故意在給他祈福 這樣也不好嘛 這一點就是我們比較難的 因為我們整個國家 大概稅務統一萬兩千 一萬人左右 所以讓每一個人都非常了解 應對進退啊 表達啊 都能夠很得體喔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 我想這個就是 部長要請底下的一些稅務主管幫忙的 就像警察一樣 警察有八萬啊 是啊 對啊 報案的時候 態度有時候就 會出問題啊 會引起人民的誤會 那如果媒體朋友齁 這個比較顯著的報導的話 政府就受到傷害 那傷害人家就把帳 掛到部長頭上去 所以不太公平嘛 所以部長這方面可能要緊盯一下 一直在精進我們同仁服務的態度 部長齁 難免的啦 民主社會啊 總是會有 我們會有名利代表啦 立法委員的 輿論啦 會在很多小地方 要求說 這裡減點稅 那裡減點稅 那讓人民覺得說 他有貢獻 有功勞齁 可是我部長會講齁 過去你老是會覺得說 啊這個貨物稅這一條沒多少錢 那一條稅沒多少錢 可是幾年減稅免稅 課稅搞個老闆娘下來 就一大筆耶 對 沒錯 那我們馬總統 每一次吃飯的時候 都便當頂多 省個二三十塊啊 你這樣稅一減都減了一堆啊 可能也不是很理想的 所以部長 能不能更加嚴格的把 有啦我們一直在把關 M格的把關 可是過去的時候我是看得很著急 今天這個 找個旅遊 什麼獎勵文化 這裡減點稅 獎勵運動這裡減點稅 我不說不應該減 可是你要總該有個設定的目標說 我大概一整年度啊 減稅的幅度不可以超過多少 那什麼行政院組織 總緣合法 你可能要往中後面思考 要不然的話 我也會很激起啊 我會討好選民啊 欸部長啊這裡稅減一點 那你稅減一點 好像我票就會增加很多 我何樂不為啊 那你這個控管不好的話 你這裡稅通通減完了 到時候 中華民國的平均租稅的負擔 就會從13% 搞不好掉到10% 也不好吧 所以委員指教這件事是非常重要 過去一段時間 很多單位提很多減稅的意見 基本上大概都沒有什麼同意的 那我們同意的是符合中性原則 符合這個經濟發展的誘因的需要 是一個通案性質 經濟發展 像他們經濟委員在討論那個什麼 產經條例啊 動不動來個什麼15%的啊 搞了天下大亂 這個東西裡面總該在稅務的本位 我們當時都有溝通一些意見 基本上這20% 15% 15%有很多的條件 就稅收的沒有什麼影響 只是外界的感覺好像特別一點 所以這個後來又拿掉了 不是感覺的問題 那有時候不是感覺的問題啊 有時候就是說 我小企業 我都可以負擔這些成本 去申請這個申請那個的 你大企業那麼多律師 那麼多快意識 你為什麼不能負擔呢 是這樣子 對啊 那你不能負擔 你又要求說我更簡化一點 那這樣乾脆大到15%了 不是更省事 是沒有錯 那你又做不到 所以我們從25%降到20% 不是大家一體受惠了嗎 是啊是啊 好不好 部長 那麼給你鼓勵好不好 謝謝 給你祝福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